一座城市的地标建筑 无疑代表着这座城市的脸面 特别是现在 如果没几座摩天大楼座新地标 仿佛就称不上是个大都市 可如果它是一幢将近600米高的烂尾楼呢 596.5米高的天津117大厦 从中国第一高度变成了最高的烂尾楼 带给我们什么警示 早在2015年 天津的媒体就报道 滨海高新区再建的高银金融大厦 也就是117大厦 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这座117层的超高摩天大楼 在当时 以596.5米的结构高度 成为了仅次于迪拜哈里发塔的 世界第二高度建筑 也成了当时中国再建的结构第一高楼 117大厦未来的样子 仍停留在当初的效果图上 当人们都以为这座大楼将在来年正式开业 成为天津新地标的时候 曾经创了11项中国和世界记录的 117大厦 却忽然按下了暂停键 原因很简单 没钱了 从中国第一高到最大的烂尾楼 117大厦的钱是今生 都要从投资方高银集团 和他的老板潘苏通说起 香港富商潘苏通 早年做松下电器起家 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后 他选择了胆杆 跑去香港成立了松日集团 专门仿座松下的产品 还靠着松下的技术 做出了一款卡拉OK专用的显示屏 一度甚至占据了全国90%的市场份额 当年英皇集团旗下的艺人组合 Twins曾为松日的产品代言 生意越做越大 潘苏通开始进军地产行业 2002年收购了香港的上市公司 英皇科技资讯 又在2008年 收购了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随后他把这两家公司 改名为高银地产和高银金融 而高银集团在地产行业的第一次大手笔 就押宝在了117大厦上 2007年 潘苏通在天津一口气拿下了五宗地块 他计划在这里建一个囊括全国第一高楼 豪宅和马球场在内的新津津 高银天下 钱从哪来 当然是撬动资金杠杆而来 有媒体统计过 2005年至2010年间 高银通过发行新股 合格转债等方式 筹资超过80亿港元 在2015年 117大厦即将封顶之时 高银集团放出封 为这个项目已经投入了400亿元 顶着中国第一高楼的名号 117大厦这个项目噱头十足 让高银地产的股票价格 在2015年短短两个月之内 从5.84港元飙升到27.86港元 潘苏通凭着这番操作 以122亿美元的身价 一跃成为2016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六名 属于潘苏通和高银的高光时刻 辉煌却十分短暂 靠奖中国第一高楼故事 标涨的股价 并没有持续多久 其实 117大厦的销售其实并不好 有业内人士曾经说过 因为定价太高 117大厦十几万平方的体量 当时只卖出去了区区几千平方 而靠概念炒高股价的行为 则被许多人认为 是让高银迅速崩塌的原因 2015年高银金融的股价暴涨暴跌 2015年5月21日 高银地产和高银金融这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价 分别闪崩了43%和41% 一天就蒸发了1200多亿港元 靠高杠杆发展起来的高银地产 从此一蹶不振 直到2017年私有化退市 117大厦的项目 也因为资金链的断裂搁浅 成了一个烫手的山域 虽然2016年 117大厦停工后 高银和擅长处理不良资产的 中国信达成立合伙企业 试图挽救这座中国第一高楼不成为烂尾楼 可是直到2020年 中国信达一直诉状把高银告上法庭 117大厦在这几年中 也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就连玻璃木墙都没装完 就这样 耗资600多亿的117大厦 又多了一个记录 中国最大的烂尾楼 其实 又何止117大厦这一幢烂尾楼呢 无论是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大都市 还是三四线的小城市 都有烂尾楼的存在 这些城市脸上刺眼的伤疤 有的能重获新生 有的被爆破拆除 更多的责源地矗立着 8月初 上海青浦区一座二十多年的顺浦大酒店 在一生巨响之后轰然倒地 顺浦大酒店是当地有名的烂尾楼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建 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 从2003年开始 投资人用高锡非法集资了一点思议 结果楼没建好 人被判了九年 此后的十几年间 这栋楼就一直被搁置 成了烂尾楼 顺浦大酒店这栋烂尾楼的体量 还不算大 去年上海浦多区一次爆破拆除了四栋烂尾楼 甚至制造出一场1.7级的地震 这几栋在市区处立了快20年的烂尾楼 是上海中环中心T1、T2、T3和一栋公寓 尾栋楼都在20层以上 高度超过80米 作为曾经上海西部门户的商业地标 2001年开建后 就因为资金链吃紧 迟迟无法办公 此后的十几年间 几次导手都没能建成 直到被保能接盘后 当年的建筑也因为安全性合过时的设计 只能被推倒重来 还有更魔幻的烂尾楼 藏在上海最繁华的陆家嘴 这座41层高的黄金质地大厦 从2007年成为烂尾楼 至今还贤质在寸土寸金的陆家嘴 它的地段有多黄金 紧挨着中国银行大厦和平安银行大厦 从国经中心IFC走路过去 也只需要七分钟 虽然大厦的外墙已经满工 在高楼林立之中 很难看出来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 但是走进了就会发现 大厦被两米多高的围墙堵得严严实实 实际上从2007年接近完工开始 黄金质地大厦 就因为与两家银行 5900万美元的贷款诉讼 合脱建装修公司 1016万元工程款官司 变成了一幢烂尾楼 这样的场景同样出现在北京 2020年4月 北京CBD区域 最大的一幢烂尾楼中红大厦 停工三年之后才找到了新东家 它被拍卖了33亿元 这些钱也主要拿来偿还它的老东家 中红股份 这个A股手只因为股价跌破面值 而被退市的房地产公司 从陷入债务危机 大厦停工到退市 在2017年 楼市调控的影响下留下了一地金毛 广州也有奇葩的烂尾楼 这座名为中水大厦的烂尾楼 在广州的金融中心 天河北一呆就是20多年 174米高的体量和6.5亿的投资规模 再加上它的开发商 有国企、央企和港资三方的背景 在上世纪90年代 中水大厦也算是名声显赫 可是楼刚封顶 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重创的港资出逃 开发商资不抵债官司不断 大厦遭遇火灾 再加上验收不合格 22年间经历三次拍卖流拍 数次处置也没能盘活的中水大厦 只能在关键时期 在楼体上包裹巨幅广告来遮丑 也因此从广州第一烂尾楼 意外成为了最牛广告大楼 还破了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让人哭笑不得 甚至还有因烂尾楼问题严重 被冠以烂尾楼之都的城市 2019年河南省南阳市通报 南阳有302个烂尾楼盘 虽然当地人士解释 这是问题楼盘的总数 其中烂尾楼只占了不到三分之一 可是当地人在谈起烂尾楼之都的时候 通常惠子潮 就连房管中心团购的房子都烂尾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2013年 南阳市房管中心团购的小区 如今也只建好了主体框架 从南阳拿到农运会举办权开始 为了加速城市建设 当时政府默许 边建设边拿正的模式 当地房地产市场瞬间就火爆起来 只要盖楼就能赚钱 让一些资质比较差的开发商 纷纷涌入南阳 2019年的数据显示 当地的地产商有400多家 仅是中兴城区就有262家 这些小开发商没什么资质去银行贷款 只能靠高西民间集资 违规抵押去维持现金流 资金链一段 开发商瞬间崩盘 烂尾楼出现的原因很复杂 有的是遭遇黑天鹅 外部形势不好 不少一线城市里的烂尾楼 特别是有外资背景的 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也会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像广州的中水大厦 和上海的不少烂尾楼 都是因为有外资的开发商 没能扛过亚洲金融风暴 才成了今天的这副模样 有的是开发商野心太大 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像117大厦这样 热衷于成为城市地标 却忽略了自身实力 和大楼清晰的定位 全球最高的空中游泳池 全球最高的旋转餐厅 在117大厦的规划里 目标都是奔着破纪录去的 当时开发商对117大厦的定位是 凭借独特的经济和地理优势 加上有利的政府政策 天津势必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看准天津对优质物业的需求 抓紧机遇建立了旗舰项目 这种操作超出了开发商的实力 这种判断也脱离了天津的实际情况 售价太高销路不好 无法回笼资金 最后资金链断裂 烂尾楼的背后 还有地方政府的助推 烂尾楼一开始不是烂尾楼 而是光鲜亮丽的城市地标 地方政府要形象 与开发商自然是一拍几何 向家两年在网上被热炒的 贵州独山县水资楼 独山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 却耗资两亿多元 修建号称天下第一的水资楼 独山县可不只是水资楼 还有更多耗资巨大的建筑成了烂尾楼 最后天下第一没拿到 却上榜了最丑建筑 形象工程也变成了烂尾工程 烂尾楼可以视为当前中国房地产热的一个缩影 承则贵为城市地标 败则沦为城市伤疤 但是烂尾楼的负面影响 不仅仅是损害城市的面子 更能危害城市的李子 上世纪90年代初海南成立经济特区 带起中国第一波房地产市场投资狂潮 这边开发商疯狂拿地盖楼 那边银行大胆放贷 经历了四五年的疯狂之后 政府一指令下严控信贷 现实收回违规资金 95%的房地产公司倒闭 留下一堆烂尾楼之外 更是让海南发展银行 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倒闭的银行 牵一发而动全身 摩天大楼和房地产企业 都不能轻易烂尾 去年国家出台政策 严格限制盲目建设超高层建筑 就是给各地攀比第一高度的闹剧 泼了盆冷水 而就在8月19号 央行、银保监会 首次约谈房地产企业的消息 轰动了市场 央行、银保监会要求被约谈的恒大集团 努力保持经营稳定 积极化解债务风险 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 这即是给面临着债务压力 核流动性危机的恒大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也是在警示其他的房地产企业 大楼高度降一降 房子价格稳一稳 这是烂尾楼带给我们的启示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